桑花綿茶 是英女皇取的這個名字 所以它就是一個有趣的連結 台灣這些風土啊 台灣這些風土啊 陽光水分啊 運運出來這些物產 最最珍貴的這些資源 運到的英國做成的酒意 這樣子的插謀連結 應用到包裝上面 馬球呢,在英國皇室是非常非常熱衷的一個高端的運動 那它注重的是技巧、榮譽還有優雅 三點跟皇家的一套是核心價值非常不猛的 所以我們就以馬球這個概念延伸到它底面去騎馬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在戶外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你們不常會放一些音樂 而且你在大自然的芬多驚嚇 當你去平飲威士忌的時候,不管是在味道 可以感受更多感受到裡面非常細緻的果香味 非常的飽滿、非常的濃烈 它會讓你的嗅覺跟味覺跟聽覺跟觸覺都被打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體驗 皇家裡泡這四支酒提供給了師傅呢 我們跟他講解了這個酒的風味 所以讓他給他一些創作靈感 去研發出今天非常非常疊出心裁的四道菜 第一道菜我們搭的是皇家裡泡的四支藍品 它是用一個化膽舉數的布塔起司 它裡面的煙燻味呢 其實是特別煙燻過的 所以它跟皇家裡泡21年最後帶出那一抹 非常迷人、恰到做煙燻 就非常非常的呼應 那以及像是我們這次皇家裡泡23年 它是一個擁有台灣DNA的威士忌 因為它裡面的調和呢 靈感來源是來自於台灣二代水果、芒果、鳳梨、果乾 或者是東方美人茶的茶葉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食呢 就是茶葉慕斯的低溫烹調的豬甲肉 它用的全部都是台灣食材的元素 不管是上面梳榨的那個西米露 台式的西米露 或者是那些茶葉、東方美人茶的泡沫 以及最後一些龍眼乾的點綴 都是非常非常別具巧思 那最後我們這次重頭戲 白色Polo的雪地、法球的品質 它是古物威士忌 所以當我們加一個冰塊之後呢 它可以釋放威士忌裡面 泰菲糖啊、非常奶油的香氣 那最後搭配我們的解密甜品 蘋果派 它好像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組合 其實皇家裡泡呢 就是想要帶給大家一些新時尚 然後新奢華的體驗 紳士風、淑女風、也不同的品名區 讓大家就感受在英國春夏的時候 的Garden當中 喝飲著威士忌、愉悅、輕鬆的感覺 所以只要你是一個喜歡享受生活 然後懂得品味生活的人 我們就非常歡迎來參加我們這次的啤酒 別人的終點是我們的起點 Salute Salut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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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en